各位好 这一阵子我们陆陆续续做了一些 跟考招申请入学有关的影片 主要是服务我们的考生 跟我们考生的家长 那随着这整个一个招生期程 已经慢慢的快要结束了 接下来我不见得会那么密集的出片 那有空我还是会把一些我平常自己阅读 研究看到的一些东西 跟各位来做分享 好那今天呢我要跟各位介绍一个 是对于我们老师还有家长 我觉得还蛮不错的一个网站 What Would You Do 是美国的一个网站 每一集影片都是用一个案例 那这个案例呢 就是他会找一些演员来演出这个情境 那旁边的观众啊 他是不知情的 有摄影机去拍摄 就是想要看看说 这些现场这些观众 看到这样子一个情境的时候 他们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好这个是这个网站的画面 他里面有非常多的影片 有586万的订阅者 那我们来看一下他最受欢迎的两支影片 第一支影片呢 是一个真实的案例去改编的 这个影片呢是描述这个美国啊 发生过学校老师女老师跟男学生 有发生了一些性关系 而且还不止一位 有好几位 因为孩子未成年嘛 所以这样子的行为是在美国 在台湾也是不允许的 那找了这两个演员来餐厅 演出他们过度亲密的一个互动 那他想要看看旁边的一些客人 会有什么反应 这一对夫妇啊 显得非常的不认同 看到他们那些亲密的肢体 语言 好这时候他决定做拍照存证 他选择走过去 把那一个女老师叫出去 而且告诉他说 如果你不跟我出去的话 我会叫警察 这个是一个做法 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对夫妇 一样的是很不以为来 他一样选择去制止他们 做一些更亲密的一个举动 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支影片 一个妈妈 单亲妈妈带着两个孩子 但是她的钱只够付 一个孩子的生日晚餐 好这时候他们的一些互动的 谈话也引起了旁边 这位妈妈的一个关心 那这时候呢 他就过去抱着这一个妈妈 跟他说了一些话 大概就是跟他说 接下来 他可以帮他处理这个餐 但是他又不想呢 让他们这些孩子知道 他帮了这件事情 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年轻人 他就直接帮他买单了 好这个节目到最后 都会有主持人会出来 跟他说 刚才是录影的 那我们只是想要了解你的状况 然后跟他有些互动 我觉得这个节目还蛮好看的 这些影片可以拿来 作为我们教学现场一些帮助 就是比如说像我们公民课 或者是某些相关的课程 我们可以利用这些影片 来当作一个辅助情境的一个教材 播给学生看 问问他们 让他们去讨论看看 如果是你的话 你会想要怎么做 为什么 OK 我觉得这个是在训练 学生 这些道德思辨能力的时候 一个蛮好的一个辅助教材 以上这个频道提供给各位老师 各位家长做参考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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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